哈囉大家好我是Matt 歡迎收看歷史穿越劇 來和各位說說你以為很遠去騎車你今天是誰啊 歐陸上四個小鬍子上次起雞八十年後的再一次衝突 如今打稿日期三月六號 戰士日期已正式進入雙位數而並沒有降溫的跡象 我們從歷史上學到的教訓就是忘了可以再溫習一次 二軍車隊在首都基輔外虎視眈眈 曾經人在歷史上最糟的核災點車諾比被攻佔 現在媒體上最常出現的卡爾可夫卡爾可夫第二大城也陷入火海 每天追新聞大家應該也意外熟悉烏克蘭城市的相對地理位置 感謝普京帶我們戰地重遊他在上個月二十四號的二軍第一點的演說 更故意帶到要將該國去大粹化文去武裝化 這兩點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心想哥哥要打小老弟哪有那麼多理由 照這個邏輯呢 而今怎麼不順便把南美洲的智力也收服一下 那邊的頭盔也虧空閒的眼 你就不聽話 嘻嘻嘻嘻嘻的 但是誒 勢必先動手的就是不對 所以父母或旁觀者看到後 你還是要給出個光滅堂皇的理由交代 但背後的根據是什麼 欸 簡單的一句前提 我們小時候讀歷史啊 二戰德國的天生就是如此邪惡和壞心眼 舉凡電玩電視和電影等各媒介 幾乎都把他們刻畫成壞人 你還沒有瞄到德軍身上 準心就自動轉成紅色 很有趣的是 二戰期間 烏克蘭右翼國家主義者卻視納粹為東進解放者 是你們這群亞利安人幫助我們脫離了史達林大大的掌控 俗話說得好 兩壺取其輕 那我還是選制服比較帥那邊好了 我很喜歡的德軍老兵和美女記者的一段對峙 相信在各位的YouTube版面上也曾出現過 這是激起我開始做二戰課本沒交的事 系列的微小啟蒙 對話精彩的地方從女方質問 你們國防軍當時是不是會捉拿猶太人去屠殺一次開始 這群德軍老兵侃侃而談 說其當年永沒有像傳統媒體上常塑造的愧疚感或戰敗主義 女主持人說你們就這樣入侵荷蘭耶 其中一位老先生語帶驕傲地說 哦對呀 我們不請自來地行軍進去 我們是有為自己的理想而戰 打擊布爾什維克主義 不然這紅潮就會侵蝕整片歐陸 要不是我們進而會跨過海峽到英國 應該是2000年左右的紀錄片 這些老人家應該都不在世了 仔細想他們年輕時 可能都還和共產之父列寧先生活在同一個時空裡 歷史真的沒有各位想像那麼遠 當然取這例子也不是要為納粹政權洗白 因為已經夠白了 只是想讓各位看到 十字今日很有意思的 這把柄依然被拿來大肆宣傳 所以今天想聊聊借毀吾爾流血衝突 怎麼和20世紀出的歷史有關 大家應該常在電視上聽到領導人說 這是一個歷史問題 在去年7月克林姆林宮只有在官網上PO出 論俄羅斯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一文 很棒有英文、俄文和烏克蘭文供閱聽人選擇 普京對蘇聯先烈在1922年創建出了 小烏共和國儀式耿耿於懷 認為這是在俄羅斯國界內 化設了一個不值得擁有主權的須有化之地 有這樣的前提假設勒 那烏克蘭只能依附在我兒弟之下才能擁有主權 不需要東巴斯克林米亞半島的模糊地帶 那些都只是西方世界想破壞斯拉夫民族團結的產物 在去年7月的PO文洋洋洋洒洒五千字 大家都把他當成在北側面對牆壁喊中拉民國萬歲的怪人 你還要想那時候的國際局勢 至於現在直接爆發熱戰又差 大部分的人批皮 這是在為開戰找理由 而且蠻惡創的 歷史事實就並非如此 我是川普的經典名言 你說的是另類的事實 我們已經有另一個名詞了 更短叫謊言 烏克蘭在1911年獨立後 普京說那地方的領導人試圖神話和重寫歷史 歷史課本來就屬政治工具的一部分 所以烏克蘭史與俄羅斯相關的段落越顯越薄 原本而定那邊沒話說 但是後繼蘇聯就會被描繪成入侵者 以上的句子大家應該悖感熟悉 隨便將名詞的地方挖動填空 就可以改放到台海問題上 事實是現在烏克蘭的歷史問題 沒有普京牢騷文中說的那麼好懂 將幾千年來不斷演進的人民 宗教習慣 一半邊界給出了過於簡單的解釋 引用《紐約時報》一篇文章所寫的 任何欲想奪取此處的征服者 和其複雜的地理環境 還醞釀出了這塊民族結構混雜之地 幾百年來除了俄羅斯不用說 還有澳中帝國、波蘭和立陶宛 都曾把你劃在國界中 現在史上的首次獨立發生在1917年 稱為烏克蘭人民共和國 所謂的民族國家在這勢非難辨之地 來得快也去得快 先是被德奧聯軍打垮後 雖即於1921年 被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也給頂到 世紀歸蘇聯、管轄、另類 不是很願意的包養生活 直到二戰爆發德軍進程 開啟了現在烏克蘭國家主義和獨立運動的基石 根據附近的論述 烏克蘭人想爭取獨立建國的運動始於二戰 而非1917年 這樣就可以將烏國和第三帝國的關係開得更近 他們眼中的德聚時期 從1941年算起至1944年 紅軍重新奪回告吹 垃圾戰時 蘇聯人臨走前是是著名的焦土政策 炸毀建築物拆除廠房 以及疏散了烏拉爾山脈以東四百萬人 德國人陝擊戰車效率約到11月 兵力已覆蓋烏克蘭全境 這期間蠻多污毒武裝分子是納粹為救世主 所以也走得很近 像在加利西亞地區當地居民更是夾到歡迎了 因為看波蘭和蘇聯不順眼很久了 還有聞風喪膽的烏克蘭輔助警察第1181 他們幹過的事更是不堪入目 簡單來說 作詞單位就是為報復蘇聯而生的遊擊隊 原生種 攻擊屬性 我們又有共同的敵人 那黨外軍怎麼可能會放過合作的大好機會 要幫忙完成位於現今白鶴的卡廷大屠殺 懲罰你在大後方當紅軍遊擊隊 於是將整個村莊從地圖上抹去的案例層出不窮 而且東歐反紅軍部隊 每個國家幾乎都有相同的角色 你也可以說是隱藏版的小北約 1946年5月26號二戰結束一年 在蘇聯佔領的立陶宛依然有傾向 俗稱的鐵狼團遊擊隊 聽見紅軍腳步聲越來越近 於是趕緊收起樹林間印好的反蘇文學作品 頓時槍身四起 而國人個個倒下 怕都不敢再追擊森林更深處的敵人 早在1944年德軍陸續撤退開始 各地隨著時間推移慢慢出現 富有民族特色的反抗組織 包含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立陶宛 白俄羅斯 和烏克蘭 蘇聯以為可以順順收復師徒 但硬是賠上了數十萬條紅軍性命 抵抗的原因 白白種啊 民族主義想要獨立的部分 宗教本身 還有大家一致 都對共產主義有基本的恨 白天融入平民生活 晚上就到樹林間當全職殺手 有機隊員大多會和有一樣理想的德軍並肩作戰 蠻有趣的是 如果是歷史勝利方 你們就會被歌頌為耳棍特工 但納粹Bad的現代主流眼裡 你們就是比狗還不如的惡霸嗎 沒有說現在誰比較高尚 但普京就抓著這一點黑歷史不放 也開始出現了 烏克蘭民眾是納粹遺度的說法 哈佛大學烏國研究所的歷史學家 馬爾基安提到 普京在訊息戰中使用這麼偏激的險招來愚弄大眾 真的很厲害 他們是敢公開挑戰普京版納粹在烏克蘭的一群學者 認為這是烏國當時夾縫求生的方法 畢竟在各大國間你哪有什麼選擇 國際間主流說法呢 論烏克蘭獨立性 要從俄地倒台開始算起 在那個純樸年代 你還可以見到數萬名烏軍 和布爾什 維克 紅軍一同奮戰的身影 紅白大對決之後 烏克蘭人不停歇 依然在為自己的獨立而戰 直到1922年敗給了蘇聯 所以此版本的歷史中烏國人的身份認同就沒有那麼先鴻 這點被普京草草帶過之外 講得好像在蘇聯統治下 大家都安居樂業了一樣 也就是大家常說的 你怎麼不檢討人家不願意跟你走的原因 1930年代 史達林統治下的大饑荒 烏克蘭語中用 這一詞來形容 由以飢餓來借刀殺人之意 這一砍屁約有300多萬人被蒸發 約佔當時人口的13% 是過於人為不放飯的 在西方世界中被定掉為史達林的另類種族屠殺 阻止是要懲罰在我們集體的意識下 向獨立的烏克蘭勢力 很多知識和政界的精英分子遭迫害 當局眼中要儘快將兩者融合 把俄羅斯語言和文化排版之第一 所以是誰能把糧槍打開 那他們當然會永遠感謝您 只是剛好是當納粹來敲門 如果是美國那你親美 台灣親台 親親 寫梁靜盧的歌 這方面後來俄羅斯政府有出來澄清 所知道烏克蘭當時有鬧飢荒案 但不承認是種族屠殺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反駁你們沒有證據說 斷糧是靠種族來劃分的 飢荒歷史學家 還真不知道這是一種職能 表示通常要靠餓肚子來達到某種社會或經濟目的都會適得其反 因為大部分的人會逃亡而不是死亡 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反倒會加深怨恨 鞏固烏克蘭的民族主義 這點倒是真的 因為有另一個小鬍子很有系統性的在做這種人口分門別類 八百萬人消除地球表面 你看現在他們還建國 反過來拔凌其他人如果有必要的話 對啦 也就是猶太人 應該說得過明顯的 所以小屋拿錢東加開島也就算了 為了討好大人 現在低頭看向二戰士烏煉的最底層小小油 你可能有所不知1941年入侵前夕 好巧不巧烏克蘭這裡是猶太人口最多的歐洲國家 學者推估有150萬名猶太協議與此被抽乾 像是最為龐大的屠殺記錄 地理位之上幾乎都在現在基伏周圍 根據二戰士博物館統計 每4位在歐洲被塗掉的猶太人口 就有一位是在烏克蘭境內 詳細的筷子手雷 這裡德國為大宗 但烏克蘭和蘇聯手上也都各沾滿鮮血 所以大家集體拔凌所造的孽 可方騙普京當然就摸摸鼻子算了 事到如今那烏克蘭歷史課該怎麼看這檔事 就有點尷尬吧 因為當初那些國父們刪了蘇聯人巴掌 但也偷揣了猶太人好幾腳 不過大家要記得的是 普京是KGB 而不是什麼歷史學位PhD教授 對他而言很簡單 任何對我們的歷史有第二句話之人 都會被冠上納粹等黃標臭名 烏克蘭確實有被二戰德軍佔領 但要跳說他是完全的納粹附庸國 那可能是光譜的另一頭了 曾經的娘子古大屠殺 現在變成紀念公園 時不時能可見人們運動帶小孩出來玩 飄著咖啡廂 而不是當時德軍引爆炸彈 掩埋數萬人的死亡氣息 1991年烏克蘭獨立後 當時的總統和外賓 以及國內猶太人口匯集於此 表示來到 你要說2019年當時的兩位總統候選人 馬都有猶太血統 所以到底是誰放博夏過去 德軍雖然是朝斯達林政權而來 但其實東線戰場的主要交戰區 都發生在現代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境內 有數百萬名烏克蘭人被召回德國做苦工 據統計1941-1944年 280萬名東方移工中 就有220萬人來自烏克蘭 有約有50萬名阿希認為 能夠被德國化的女性 招募成家庭擁工 來增加另一種產能 大部分這些移工都受僱於私人企業 我們現在想當當聽過的精品 可能曾經都有這批血汗勞工的履歷 他們比起德國人的工資 糧食配給都少一半 地位比其他地區抓來的勞動人口還低 在人種排名上 他們比更東邊的好鄰居還待遇高一些 大戰結束後 他們被丟回蘇維埃社會體制 還要被當成叛國賊 所以納粹雖然被視為解放者 但也不完全是沒有交換條件 不過相對蘇聯 第三帝國反倒沒有弄先情意志 去壓制烏毒聲浪 所以你也可以說在國內革命的小秧苗 也開始找出入 納粹入侵一陣混亂中 順勢激起了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 例如斯潔潘潘傑拉就是一著名人物 相對的激進派 曾經在1941年發表過 烏克蘭國獨立宣言 而被抓去勞改 1944年放出來後 與納粹德國合作打紅軍 最後於1959年 在西德遭KGB幹員獨海 名副其實的一獨公斤 前任烏克蘭總統 遊聲科原先要賦予他國家英雄之稱謂 但事隔一年宣告取消 畢竟曾與小胡子政權合作 還背負著對波蘭人和明顯 猶太人的謀殺指控 反正看你的政治訴求 這些古人曾經還納粹有掛鉤 好吧先當壞人 結果近代蘇聯盟軍原本是戰勝方 現在換他容登邪惡大魔王寶座 搞得我好彎 先不要打我的頭 這大概就是對於普京所提出的 歷史謬誤簡介 就像一開始說的 卡在大國之間的地緣政治 真的好家在台灣有海峽艦險 不然可能就沒辦法 像今天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和大家聊天了 烏克蘭就曾經在2015年寄出一系列去共化法案 為的是讓本國民族色彩能彰顯出來 很有意思的是 許多學者紛紛跳出來表示反對 因為等於是試圖掩蓋過去的黑歷史 儘管蘇聯的說詞很一面倒 但大部分的人相信 如果你要完全逆轉空架 可能也不會有好結果 像看網路留言一樣 很多人似乎太片面去了解他 那你可能就會義無反顧地 將烏克蘭民族主義貼上好人標籤 不管如何 我覺得也是烏克蘭人要自己去面對 他們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這個重新審視的過程 當然最好不要是一個火麻拿著槍 頂著你說 你現在最好給我改過項戰喔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前禮拜留言我不一定會回覆 但我真的都會看 聲音畫面大概先到這邊 掰掰